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岸我就嫁给你 李又平是个货郎小贩 平时挑着担子 卖些针头现脑的家用之物 也捎带卖一些诸如波浪谷之类的小儿玩物 偶有贪吃者 让他临时带一些零嘴小吃 他也不会拒绝 靠此赚些差价 他所售卖之物 拒不值时摩钱 所赚之资 堪堪雇注温饱 至于娶妻成家之事 联想也不要去想 他自己也乐得逍遥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如此蹉跎 眨眼就是三十岁 家中父母皆已去世 只留下他一个人 平日里婚素不济 醉事胆大 挑着货单一出去就是鸡天 带着干粮 饿了便吃 天黑后随便找个地方倒头便睡 生意小 引不来贼人觊觎 截然一身也不害怕别人嘴里所说的那些稀奇古怪 每天得过且过 这一年端午节 他挑着担子行至一片树林 天气已晚 五月的天 白天已经显热 可晚上有风的话 倒也凉爽 他寻思着天将黑 不如就在树林中睡一晚 刚放下担子 便听到前面传来呼喊 像是个女子声音 声音急促 庞扶遇到了极大危险 他平日里几乎一直在外面跑 最是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 埋头不想理会 奈何女子声音久久不散 好奇心被勾起后 他便从树底下站起身 探头探脑向外面看 树林边上是一条河 一个梳了妇人发病的女人就趴在河边 一只手紧紧抓着颗露在外面的树根 河水湍急 加上妇人在河水中挣扎了许多 此时已然力尽 眼睁睁看着河岸就在眼前 可就是爬不上去 只能不停呼救 李又平一看 反正也不用自己下河 站到岸边抓住妇人的手 将她拉上来便可 故她快步到了河边 蹲下后伸手喊道 小娘子且莫害怕 将手伸过来 我把你拉上岸 妇人先用另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 另一只抓着树根的手松开 刚刚搭上她的手 李又平只觉一阵大力从妇人身上传来 倒不是妇人力气有多大 而是河水流动太急 妇人自身体重加上河水冲力 导致她措手不及 她原本是蹲在地上 河岸边滑不溜秋 力从河中发出 她自己却无处借力 竟被妇人拉入河里 两人顺着河水就被卷到了河底 李又平心中暗骂 这运气也太不好了 早知道就该用根棍子来救这妇人 可此时在恼怒已经未时已晚 她抱着妇人向上浮动 探出头后深吸一口气 发现这短短时间 已经被冲得离开了刚才的地方 自己的货单还放在树林里呢 得赶紧爬上去 这妇人也不知道因何跌落何中 此时显然已经吓破了胆 如巴掌鱼似的紧紧盘着她 死活不松手 偶尔露出水面 妇人悲声呼喊 上岸我就嫁给你 李又平根本来不及多想 因为妇人让她平白负重许多 而且这是在湍急的河水中 想要靠着自身力量游到河边 那是难上加难 两人在河中随波浮沉了几次 李又平被灌了击口水后 终于学聪明了 她不再费力去划水 而是顺着水流的冲进 想让水流把自己带到岸边 再寻机会抓住岸边的树根之类留住身体 也只有这样 如果一直折腾 等一会儿力气用心 只怕会和这副人一起沉入河底 刚想到这层 她就觉得水流加快 转头一看 不由得暗暗叫苦 他人在河中 只从河水中探出个脑袋来 没有站在岸边看得清楚 但凭着水流的形状还是明白过来 自己和这副人要被卷入一个漩涡 大河之中的漩涡最为可怕 有可能是下面有个深河沟 也可能是个河下之洞 反正河水在此处或直接漏下 或者是冲刷旋转 形成了漩涡 不管是人还是物 一旦被卷入 就会被漩涡带得沉底 任你有多好的力气 也会在此用尽 知道漩涡的厉害 不代表她能逃出去 连着叫骂两声后 她和富人便一起被卷入河底 河水浑浊 入眼色痛 她只能选择闭上眼睛 富人更是一直紧紧抱着她 片刻也不曾松开 水流形成的漩涡不断冲刷河底 在两人沉底后 突然出现一个一人宽的洞口 无数河水带着两人被灌入洞中 又有石头卡在洞口 无数淤泥水草树根被冲而来 在石头上层层重叠 片刻后竟然堵住 李又平被漩涡卷入河底时 就知道这下彻底糟糕了 如能摆脱吊盘在身上的女人 自己或许还能逃过一劫 可如果想摆脱这富人 除非将她手指掰断 电光火石之间 她根本来不及做出决定 就已经和富人一起落入洞中 这洞中光滑异常 两人顺动而下 接着就是自由落体 跌入一个巨大的深潭中 再一次从下面浮上来 李又平大喜 虽然这里四周黑暗 但此深潭上方却是亮的 这说明他们掉入了一个地下洞中 这富人也当真有耐力 此番折腾 她竟然还没有松手 直到李又平带着她爬上岸 她这才放开了手脚 李又平气不打一处来 自己好好在树林中休息不行 魏石魔要被叫声吸引 魏石魔要蹲下救这个妇人 此妇人也是恶毒 自己救她 她却将自己带入险地 差点两个人一起淹死 真是岂有此理 她脸色变换不定 对着富人破口大骂 不过片刻后就停了下来 因为她看到富人已经昏死过去 重重叹了口气 她坐在了富人身边 仔细想想 又怎么能全怪罪这富人呢 她一个快要淹死之人 李又平就是她的救命稻草 她当然要紧紧抓住不松开 换任何人也会这样 与其恼怒 倒不如赶紧找路离开 她站在原地向上看 向上爬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因为太高了 除非上面有人抛下绳子来 但这种地方 谁能知道多久才会有人路过 就算有人路过 他们喊叫 上面的人能不能听到呢 放弃向上爬着逃生后 她又转头看水潭四周 水潭四周似乎有条小路 她叹了一口气 弯腰将仍在昏迷的富人悲起而行 恼怒是恼怒 生气归生气 要让她就此抛下这富人独自离开 她做不出这种事 另外两人也算是共患难了 前面有没有出去的路也说不准 行在如此陌生的地方 两个人总要比一个人要壮胆 如此向前向前行了一阵 她感觉背上富人呼吸见重 这是醒过来了 只不过富人有些不好意思 不敢开口 待李又平将富人放下 富人先是失礼 接着就要跪拜 李又平叹了口气让富人不要行此大礼 富人直起腰后 眼神里仍然有恐惧 反正走得也累了 李又平坐下休息 富人说了她的遭遇 她姓王 归名换作玉珍 家在距离树林十里远的村子里 两年前丈夫去世 一些不三不四的汉子老是借口到家里去 她当然明白这些汉子们打的什么主意 但她只是个女人 只能时时注意自己 这才没招来闲话 早前一些时候 她给人做针线活后回家 两个汉子在后面跟着 当时路上没有别人 加上两个汉子越走越快 心中恐惧的她从桥上失足落水 被水一直冲到了树林边 抓住树根才停了下来 如果不是遇到李又平 她此时怕已经被活活淹死 李又平在心里叹了口气 这夫人也是个可怜人 当下两人陷入沉默 李又平只想尽快找到路离开这里 她还担心着自己的货单 可刚才他们从水潭边动深时 仅有的天空已经黑暗 说明天已经黑了 也幸亏李又平经常在外面走动和露宿 她找了些枯枝 又在石头上打着火后 做了火把 加上边上石壁上 有无数不知名的发光虫子 虽然不像在外面看东西内模清楚 可简单事物倒不是太过困难 此时 他们除了向前走别无他法 因为水潭四周光秃秃的都是石壁 相对沉默好一阵后 李又平又做了两根火把 一人挑着一根接着出发 也不知道向前走了多久 这根火把将要燃尽时 两人到了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 这里像是一条小路 一侧被一条黑乎乎的东西占据 看不清是什么 好像是一根倒下的黑色大树 两人疲累异常 李又平建议休息一下 事实上那王玉珍早已经疲累不堪 虽然心中忐忑 可他还是紧挨着李又平坐下 片刻后便沉沉睡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李又平感觉自己身边似有东西滑动 睁眼一看 王玉珍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了自己肩膀上 想来是晚上睡的时 他没有在意这些 眼前并没有东西 而是他们背后靠着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在动 难道这是个活动 他慢慢转头 想要看清楚时就见一个血盆大口就在距离自己不远处的空中 他当下就在王玉珍身上拍了一下 王玉珍醒来 尚不明白发生什么时 李又平抱着他就向一侧翻滚 那张血盆大口在他们翻滚的瞬间吞了下来 但却扑空 当下就扭动身体 似乎已经恼怒 他们昨晚挑着火把看不清楚 以为是颗倒下的黑色树寒 此时方才明白 这竟是一条几乎需要一个孩子核抱的大蟒蛇 李又平下出一身冷汗 王玉珍更是尸声尖叫 如此大蟒蛇 也不知道是怎么长成的 如果被他吞下 只怕不用怎么费力 就会蠕动着吞进肚中 这蟒蛇虽然大 但行动却异常迟缓 身体扭动间非常慢 李又平拉着不停尖叫的王玉珍 想要抽棱子从蟒蛇身体间穿过 可是这蟒蛇虽然不灵活 但却明白猎物来之不易 铁了心要将二人吞下 岂慧容他们轻易逃脱 只见他身体摊开 将路占据后 又费力扬起了脑袋 李又平只是个挑货单的货狼 不是什么武夫 眼睁睁看着大蟒蛇的血盆大口而来 竟是忘了带着王玉珍躲避 就在蟒蛇的嘴距离他们越来越近时 一阵烟突然生起 然后这里便充斥着奇怪的味道 蟒蛇缓缓收回了头颅 接着躺在了地上 李又平正感觉诧异 突然看到烟来自一个人 这是个全身挂着鸡片布的人 胡子头发都很长 看不出原本的年龄 但看样子已经上了岁数 他腰间别柱柴刀 身边放着两只木桶 手上举着一根树根 此时树根正在燃烧 冒出的烟带有味道 使蟒蛇安静下来 李又平借此机会 抱着王玉珍逃出蟒蛇的身边 站在这个侨夫打扮的人身边呼呼喘气 侨夫脸上毫无表情 将木桶挑起 又举着这根点燃的东西越过蟒蛇 直接向李又平他们来时的路而去 李又平和王玉珍面面相去 也不敢多坐停留 相互搀扶着远离蟒蛇 他们不傻 能看出蟒蛇之所以温顺 是因为老乔夫举着的那根东西 可那老乔夫过去了 如果他们还待在那个地方 蟒蛇再发起风来 他们可没有办法躲避 两人向前走了一个时辰 自觉蟒蛇再无追上来的可能 这才顾得上休息 他们此时又累又饿 可心里非常高兴 既然遇到了老乔夫 那么说明有出去的路 只要等老乔夫过来 他们打听清楚后 就能离开这里 又等了将近两个时辰 老乔夫挑着水而来 脸上仍然是毫无表情 眼看老乔夫就要越过他们而去 李又平赶紧说道 多谢老人家救命之恩 老乔夫停也不停 他赶紧拉着王玉珍跟了上去 小心翼翼说道 老人家 我们失足调到这个地方 能不能将我们带出去 老乔夫转头看着他们两个 片刻后黑黑而笑 笑得比哭还难看 王玉珍吓得面无人色 他觉得这老乔夫十分古怪 而且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真怕这是个好色之徒 万一李又平被老乔夫设计 只留下自己 时候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自己还不如一死了之 李又平平日里走街穿巷卖货 最是会察言观色 自认为看人也有一套 他觉得老乔夫虽然形式古怪 可并不像暴力之人 所以他拉着王玉珍紧跟老乔夫 不是他傻 而是他明白 这老乔夫现在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老乔夫再不多说话 只管向前 李又平甚至要帮他挑水 反正自己一直挑担子 这两桶水算不了什么 不过老乔夫根本不理会他 三个人向前行了几里路 老乔夫停下 李又平看得大失所望 同时有些茫然不解 他看到前面有两块大石头 两块大石中间有条缝隙 而在大石头边上 用木棍树枝搭了一间简陋茅屋 这老乔夫竟是住在这里 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干什么 李又平和王玉珍一阵绝望 难不成这老乔夫也是一个多年前掉入此间的人 到了现在还无法回去 那他们岂不是回不去了 可不管他怎么问 老乔夫根本不答 两人越来越绝望时 老乔夫突然开始做饭 他在一块石板下点着火 石板上铺满肉干 也看不出是什么肉 初看着 两人猜测这肉来历不明 心里选感觉恶心 可当肉开始冒烟冒油时 两人都开始狂咽口水 肉烤好后 老乔夫也不怕烫手 拿了两块坐在了石头上 一块自己吃着 一块放在了石头缝隙边上 李又平和王玉珍已惊愕地两眼发昏 思索两久 李又平感觉先吃饱才是道理 所以他拉着仍然有些抗拒的王玉珍过去 开始沉默着吃肉 等他们吃完肉 王玉珍抱着膝盖 呆呆看着老乔夫 李又平看那老乔夫柴刀不离手 他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慢慢挪了过去 刚要走上石头 一直没有说话的老乔夫 突然怒吼出声 不要上来 李又平吓得直接站在原地 不明所以然看着老乔夫 老乔夫似乎非常激动 指着他呼呼喘气 许久后突然放松下来 自言自语说道 不能这样 不该这样 小姐不会同意这样 说完这些 他又陷入了沉默 李又平也不敢再向前 只能呆呆站在原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乔夫叹了口气说道 你们可以去茅屋中休息 等休息好后 我便带你们离开这里 李又平大喜过往 对着王玉珍招手 不敢有任何过多表示 便钻进了茅屋 说是让他们休息 两人哪里睡得着 尽管全身酸疼 可两人仍然大睁着眼睛 特别是王玉珍 一直偷看外面坐在石头上的老乔夫 这老乔夫形式诡异 而且对那两块石头极为爱惜 别人都不准上 谁能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 他说休息好后就带着离开 谁知道是不是在说假话 老乔夫一直在石头上沉默 李又平时在支撑不住 上下眼皮打了一阵架后 慢慢睡了过去 正在睡觉的他被王玉珍晃醒 他刚要说话 王玉珍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脸上全是惊恐 将嘴凑到他耳朵边说道 不要声张 这个老乔夫是个恶毒的好色之徒 他在石头下关了一个妇人 王玉珍的话让李又平大位惊骇 老乔夫在石头下关了一个妇人 怪不得他不准别人走上那两块石头呢 可是转念一想 他又觉得不对 假如这老乔夫在石头下关了一个妇人 那妇人明明听到他们说话了 为何不呼救 见他不相信 王玉珍拉着他到了茅屋边上 指着外面让他听 他凑过去一看 老乔夫现在躺在了石头上 嘴里念念有词 有些能听清 有些听不清 莲儿啊 让你吃肉你不吃 你想吃什么呢 你可不可 可就喝点水 这里面的水果越来越少了 等明天 我去给你摘水果 李又平慢慢缩下身子 王玉珍说的是真的 这老乔夫真在石头下关了个妇人 好像叫莲儿 假如这老乔夫是个贪图美色的恶棍 又岂能轻易放他们走 他会把自己杀掉 会把王玉珍也关进去 李又平越想越是恐惧 开始在茅屋中四处打量 茅屋里其实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堆树枝 用来当床 没有办法 李又平提起一根衬手的树枝 荡成木棍 站在茅屋门边上向外面打量 王玉珍全身颤抖 从缝隙里看着仍然在说话的老乔夫 半注相过后 李又平猛咬牙 心一横 提着木棍从茅屋中冲出 大步飞奔向石头 嘴里大喝一声 你个好色之徒 竟然关押妇人在石头下面 看我今天收拾你 他喊着话就窜上了石头 对着躺在上面的老乔夫脑袋猛砸而下 可就在此时 他眼睛看到两块石头中间的缝隙 吓得熬了一声 然后就跌倒在石头上 棍子也脱手而飞 整个人在石头上来回扭动 茅屋中的王玉珍看得目瞪口呆 他不明白魏石魔高高跃起的李又平 为什么突然惊叫 更不明白他魏石魔要扔掉棍子 这下好了 他们全都跑不掉了 出乎他意料的是 老乔夫慢慢从石头上坐了起来 而已经跌在石头下的李又平两手乱摆 嘴里不住喊叫 你是谁 你魏石魔要这样做 你不是人吗 老乔夫两手捂着脸开始哭泣 王玉珍看得全身发抖 这老乔夫太过古怪 这地方都透着古怪 老乔夫哭得撕心裂肺 王玉珍看李又平坐在地上不动他 心一横自己从茅屋里面出来 想要拉起李又平 李又平却失声说道 石头里没有关押妇人 只有一具骸骨 王玉珍听得不明所以然 老乔夫突然止住哭声 喃喃自语 里面住着我的小姐 住着我的莲儿 王玉珍不敢相信李又平所说 如果是具骸骨 这老乔夫为何一直跟他说话 老乔夫如痴四呆 其实就算是王玉珍 也能看出他无害 索性慢慢爬上石头 紧紧向缝隙里看了一眼 他便尖叫一声滚落下来 全身颤抖着依偎在李又平身边 他看到两块石头缝隙里有具骸骨 脸向上看着石头缝隙外面 老乔夫躺着说话 竟是说给骸骨听的 老乔夫不是个好色之徒 他是个病人 正常人能对着一具骸骨说话吗 看他们两个如此恐惧 老乔夫叹了口气 我说过不让你们上来的 说吧 老乔夫又是痛哭 并且说了一件 让两人目瞪口呆的事 石头里的人叫莲儿 老乔夫原本是他家里 为骡子的长工 可是莲儿看中了他 家里人当然不愿意 两人便约好了逃离 他们两人逃到了此处 可莲儿却失足跌落下来 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年 整整四十年 李又平亥然 王玉珍落泪 李又平指着石头缝隙里说道 可是你的小姐已经死了 你天天对着说话的是一具骸骨 老乔夫笑了 我知道他死了 可是我不能抛弃他 他为我抛弃了一切 他就只剩下我了 如果我再抛弃了他 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只是个为骡子的 我不能抛弃他 李又平和王玉珍面面相去 王玉珍满脸是泪 世间痴情 以此为罪 怎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老乔夫护着石头 老乔夫对石头缝隙说话 他疯了吗 非也 他知道自己的心上人 早已经死去四十年 可是他在这四十年中 一直守着自己的心上人 陪他说话 甚至连睡觉都在石头上 魏石魔要掩埋在石头中 魏石魔要留下缝隙 魏石魔要让他脸对着石头缝隙 因为这样 他们才能天天相识 这老乔夫是个痴情的可怜人啊 老乔夫没有再多说什么 前面带路 让他们两人在后面跟随 两人走动着 在后面想跟老乔夫说点什么 可是又觉得无话可说 一直走了两个时辰 两人看到一条向上的斜坡 老乔夫指了指 示意他们爬上去 两人沉默着爬上斜坡 李又平终于忍不住说道 老人家 不如跟我们一起出去吧 你的心上人已经 他的话没有说完 老乔夫已经转身向回而去 他都在这里四十年了 以后也会死在这里 岂能被别人劝走 两人看着老乔夫远去后 开始向上爬 两炷相后 两人进入一个洞口 从洞口出去 发现是个大洞 向着大洞前的光亮 走了一炷香 两人出现在了一片树林中 两人坐在树林中沉默良久 李又平默默将洞口掩盖 片刻后 王玉珍也开始帮忙 既然老乔夫和自己最爱的人都在里面 那么就不要让外人去打扰他们了 掩盖好后 李又平带着王玉珍找到先前那片树林 自己的货单还在 经此一事 王玉珍说话算话 没有再回自己家 而是跟着李又平回家而去 一月之后 王玉珍嫁给了李又平 外人都说李又平卖货捡了个妻子 但人们并不知道 他们共同经历过生死 还见过一个被他们误会成好色之辈的世间最痴情之人 婚后 两人生活平凡 但却急哨争吵 相互恩爱到老 两人从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过老乔夫 诸位 老乔夫所作所为当然不可取 因为人生除了爱情 还有很多事 人生离不开爱情 可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偏偏有些人 会陷入爱情之中无法自拔 老乔夫就是此坚持情人 但是 这不过是他的选择罢了 小姐选择了他 并且因此付出了生命 那么他便用一生去陪伴 他荒废了一生 却没有辜负小姐的深情 此件重重 得失对错 相信谁也说不清 您觉得呢 你们以后看完这故事 我希望可能给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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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